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Listurview这边有 不过Listurview这里如果你希望把它变得漂亮一点 那你怎么样变得漂亮一点呢? 第一个,我希望把它变圆角的 因为它预设的话不是圆角 我希望把它变圆角 怎么变圆角 关键就在这里 Data Inset 等于True就可以了 所以你只要怎么样 选那个什么呢? 把这整个 这是UL到UL 就是这个项目清单这边 UL到UL 把它里面有一个 选起来之后 找到一个叫Data Inset 这边把它改成True 原来是False,把它改True 及时看一下 圆角出现了 OK 第一个,我们其实基本上圆角 感觉好像比较漂亮一些些 比较不会说感觉好像 就是贴在里面 这个比较有立体感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其实就改一个Data Inset 所以你记得先选取什么 UL到UL 这个先选 UL到UL 这里先选 然后改这个Data Inset 这两个动作就完成了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在上面增加第二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增加所谓的重要景点 这四个字 那关键就在哪里呢? 关键就是把这个重要景点选取 它的Data Raw就是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Data Raw是List Divider 这个属性把它改一下 那改的方法 一切回来 二的话请你在那个 绿岛机场的上面 因为我要在绿岛机场上面呢 增加四个字叫重要景点 那综岛景点 那你即时看一下 它会增加一个项目在这里 可是问题 它没有把它换个颜色啦 感觉还是怪怪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直接选取它 然后呢 选择 特别是要先选它之后的话 找到Data Raw里面 把它改成什么? List Divider 这个 Divider 这个OK 改完之后呢 切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 感觉就相上去了 会比较 所以其实也只有几个动作 一在上面增加一个重要景点 二选取它 第三个怎么样呢? 把它Data Raw 记得要 一定要选的是重要景点 这几个改这样子 那就可以把什么 把上面这个清单 相对的感觉会漂亮许多了 比较不会像刚刚好像 有点黑黑脏脏的感觉 这个至少感觉有个圆角 效果就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那再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等一下来看就是下方路还增加什么 增加一个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1234 这个叫Nebar 那之前我们做的是 好像记得是放在中间吧 放在content跟放在上面 可是现在我不是要放上面 我是要放下方 而且每个都要做的话 要怎么做 我想你可以把那个之前 我们讲过那个 Nebar部分 再做个复习 步骤呢 基本上跟之前102F一样 只是说你放的位置 可能要放在 那个 就是下方 那下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 要注意的事情 基本上步骤呢 跟之前做Nebar是一样的 一定要一个DIV 然后把那个DIV 里面再放也是项目清单 那做连结 连结完之后 再设定他的Data 如果是一个Nebar 不过还是需要做一些事情 其他还有像Data Icon Icon要加上去 等等的 这个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 上都有相关的画面 甚至呢 我有把那个 我做完的原始码贴到这边 所以如果你要比对的话 那你可以再试着比对看看 只要你的头尾 记得UL到UL 这个只要没有做错 应该都OK 就怕说有可能有一种情况 是刚刚有同学出现的错误是 他其实好像就是差一个地方 差好像这个地方吧 少一个这个结束的标签 然后他跑出来 好像就是变成这样 哇 整个就乱掉了 没有 你会发现 才差一个地方 那就整个面目全非 是哪个地方呢 我后来帮他看一下 原来他有个DIV开头 黑的 但是呢 这边少了一个什么 结束的DIV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他这个HTML的标签 一定都是一对的 所以你有头没尾 他就变成怎么样 他底下就会整个完全崩溃了 OK 所以他一定要找到头在哪里 找到尾巴 所以如果没有尾巴的话 那你可能就自己打一下 要不就是怎么样 你就直接习惯上把这个拖拉下来 我习惯拖拉加砍凑键 就是复制贴上 然后顶多是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那个斜线 斜线在 这个斜线就是指的是结束 它的开头在这边 它的结束在这边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再把它重新跑一下 它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你会发现 光一个小小的地方 就很容易造成整个 我们算是网页吧 其实这个就是网页设计 只是我们把网页式的技术 用在手机的APP设计上面 那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东西做出来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上面这边也有参考的 只要你这个Data Insights 跟那个什么 Data Row 可以把它加上去 另外颜色要变更的话 其实也可以 比如说Data Sync 之前我讲过 比如说你想要把什么 这个颜色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假设计计这个地方 你要把颜色改成什么 改成黄色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一样选起来 一样是List View 把它改这个Data Sync 那我讲过了 它目前只有五个颜色 其实A就是黑色 所以黑色其实可以不算 因为黑色这个好看吗 好像脏脏的不好看 然后这个蓝色 银色是预设的 不是啊 这个应该不是预设 预设好像是这个吧 黑 蓝 银 灰 灰好像没那么灰了 黄 黄色 不过你会发现 怎么选好像就都 没有很OK的颜色 所以怎么办呢 我后面会教各位 自己创颜色 怎么创颜色呢 你可以到云端上面 它有一个 自己让你创颜色的机制 各种颜色都可以自己加 你要绿色有绿色 你要咖啡色有咖啡色 甚至之前有同学喜欢 那个Hello Kitty的粉红色也有 不过你可能要视情况而定 你不要每个地方都用很pink的颜色 看起来怪怪的 连绿岛你也把它用很pink 那感觉就不太搭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也许后面我们还在讲 我们按部就班来讲 让那个布景主题能够变得非常的漂亮 那怎么做 我想按部就班来看 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Footer的地方做导览列 就是这个东西 那一样我放在云端上面 一样做出来结果就在这里 关键就是什么呢 一个DIV 加把那个变NetBar 里面的话呢 就是需要有一个清单 一二三 所以做法 我们一样把它标准后流程 这个跟102App里面做法是一样的 那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一一样把它切回 不要及时 那我们在哪边做NetBar呢 在月尾的地方做 所以呢 我们月尾的地方找一下 选取 然后把它Delete掉 因为这两个字是多余的 第一步的话记得 如果你要做NetBar 请你在版面的地方 先插入个DIV 当然或者你自己打DIV也可以啦 DIV开头 DIV结束 因为我们那个NetBar 一定要在DIV里面 才能够显示正确 插入一个DIV 按确定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 这个DIV在哪里 请你从这边切到版面 找到这个 OK 第一个就DIV 不要找错就好 那插入一个DIV之后 按确定 其实它是帮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只是做这件事而已啦 所以如果你要 你说老师 那我不要 那个我自己打鬼 可以啊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DIV开头 新增 新增这个内容 我们把它盖过去啦 实际上它最重要就是 做一个DIV头 一个DIV尾 就这样而已啦 关键就是在这个中间 放一个什么 清单 做法跟DIV很像 把它复制一下 就我刚刚的那个清单 对啊 那贴到哪里呢 贴到DIV跟DIV的中间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把它贴到 DIV跟DIV 把它 感受力一下 把它恢复 理计上 理计上这边会有个标签嘛 然后你把刚刚复制的东西 把它盖过去就对了 贴上 盖过去之后的话呢 第二步的话呢 就第一步插入一个DIV 第二步把那个四个项目放进来 第三个呢 就是把它变项目清单 那这个跟刚刚的那个 List View很像 Enter 因为它后面 假如就一个项目清单 记得把它怎么样 改成四个 那四个的话就Delete掉 Enter Delete掉Enter了 然后再做什么呢 做超连结 所以其实如果 假如你熟那个 那个什么呢 原始码 甚至你可以把List View部分 拿来做修改 但是风险太大了 我担心各位如果 因为只要一个细节做错 它就整个就不正确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分别再做一次 那一样呢 就是把那个DIV 然后呢 把它换成 这个 就是项目 然后分别再加入超连结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把它即时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下方 它现在还不是什么 NateBar 怎么变NateBar呢 特别注意 选取这个DIV 现在没选到 选DIV DIV的头 DIV的尾在这里 头尾 做什么呢 找到它的什么DataRaw 它现在DataRaw里面空的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 那个导览列叫NateBar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这个名 NateBar OK 这个时候呢 它也会在这边 叫DataRaw等于NateBar 而且是在哪里呢 在Footer里面 在页尾里面 增加了一个NateBar 然后把它即时看一下 OK 下面有没有看到东西 有了 这个 这个 可不可以点击呢 可以 跳过来了 但是呢 好像还差了一些什么 Icon 那Icon 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切回来 比如说呢 我今天呢 这个绿岛 希望给它一个什么Icon 当然也许你可以参考这边 因为实在找不到特别的Icon 所以后面我还教各位怎么样 自己设计Icon 或者从网路上找那个人家设计好的免费的Icon 把它放在 放到这个Icon上 不然的话一个绿岛机场一个XX 表示什么 经常没办法飞嘛 怪怪的 我用这个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加了几个Icon上去吧 比如说绿岛机场 点击绿岛机场这个超连接 找到DataIcon Icon在这里 然后呢 你自己找一个 随便一个啦 反正这个地方 我想自己自由发挥 找一个比较恰当的 那个这个 这个渔岛的话 用什么 他用Gree好了 还是 产品这个 随便找一个 gear Gree OK Info好了 那温泉的话 我们用 现在这也没有温泉 所以用Plus好了 OK 那假设啦 四个都把它用了 一个图示之后 那个Icon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出现了 好 但没有 因为这个Icon总共17个 至于哪17个各位可以参考之前的102F 里面我有一张图让你参考 那这样子基本上就OK了 可是有几个问题发生 第一个下方有黑黑的东西怎么办 这个东西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这个DIV的头在这里 尾巴在哪里呢 尾巴在这里 它下面有多了一些东西 H4 空白 结束H4 其实就这个东西 这个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那个标题式 那这个是多的 所以你把它delete掉 有没有 再切到即时看一下 你会发现下面有没有多的 你会发现没有问题了 因为主要是那个多的 把它删掉就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太长了 对不对 那理论上 它应该浮动在上面才对 可是你会发现 它会需要什么 你一定要往下移 它才会出现 所以呢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 比如说我这边 假设少一张图的话 假设我这个图delete掉 你会发现 它会跑到这里来 意思是怎么样 它会乱动 它会适合里面的资料 到哪里就到 所以你可以多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是把它摆在最下方 那怎么摆在最下方 这个等一下再看好了 因为这个 把它砍错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呢 把那个net bar做出来 一的话记得先插入一个 DIV 然后再做底下动作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